它這個清洗的時候會有 我覺得還蠻大聲的 它會有一個 一個震動聲 所以這一個東西清洗的時候 我覺得蠻大聲的 就跟各位分享 然後我看說明書的話 它是說它的水會越來越少 所以如果不會發臭的話 有可能就是它會越來越少 只是說我覺得它這個 清洗的時候很大聲耶 可能就是你們要再考慮一下 我是覺得它的清洗的聲音 而且它震動的聲音很大聲 然後我也不知道它這個 不要洗多久 就是說可能你買這個產品 你就是要 就是你可能要知道這一點吧 我會建議你最好是不要晚上睡覺的時候清洗 不然這個聲音 震動這個那麼大聲或什麼 當然啦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住獨棟的 那是還好 如果你是說 你夜晚或晚上 你是租房子 或者是隔音不好的 你這個震動聲 我是覺得還蠻大的 好吧 那就 這個就是沒辦法 它設計就是這樣 但是整體而言還是還蠻酷的 那就是跟各位分享 它如果說 一包可以用30天的話 它說明書是說 它那個汁啊 它裡面那個水會越來越少 然後直到它會寫說 低的水線你就要換 那如果不會發臭的原因 有可能是它水就是 越來越少不見 它可能會烘乾還是什麼 就會把水弄不見 那這樣30天我就來測試看看 只是說我現在發現 它這個洗的聲音 這洗的聲音還蠻大聲的 我也不知道它要洗多久 好吧 那今天就測試到這邊囉